花林县文化局园区各个馆设也趁着4月6号 星期一修馆日展开全面喷药消毒 尤其是阅读空间也做了空位间隔 要拉开民众的阅读距离 文化局长江岳成表示 图书馆、预览室、美术馆、演艺厅、石雕博物馆 每天都会进行清洁消毒 请民众可以放心 不过来到这些馆设 也请民众要配合戴口罩和量体温 大家一起做好防疫工作 防疫期间文化局图书馆、美术馆 还有石雕博物馆不打烊 但也加强了防疫作为 除了入管要量体温和酒精消毒手部 趁着4月6号修馆日 文化局展开全面的喷药消毒 在这个图书馆进行了全面的 一个安全性非常高的药剂 叫Tissen的一个消毒剂的 这个全管的消毒 那除了图书馆之外 美术馆还有石雕艺术馆 还有我们的演艺厅也做了全面的消毒 那这个效用可以把全管的可能 藏有的病毒细菌都做个全面的清除 那当然这种药剂是非常安全的 有符合这个美国 还有我们台湾的这个食品药物的安全 对人体是绝对无害 所以请各位父母啊 各位小朋友啊 还有家长都不用担心 当当此防疫的这个重道的时间呢 我们也希望各位家长带自己心爱的小宝贝 来借书或来参观美术馆的时候 一定要戴口罩 一定要勤洗手 那我们现在的图书馆都已经有 网路借书自动拿书的这个方式了 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利用网路来借书 来达到一个防疫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民众最常使用的阅读空间 文化局也张贴了请勿入座告示牌 要拉开民众阅读的距离 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大家 进到这个空空空间需要戴口罩 那我们在入口处呢 也有同人会帮大家量体温 那如果体温超过37.5度的 我们会劝导他请勿进入 那另外就是进到我们图书馆里面呢 我们的座位每天都有消毒 那我们的座位现在也开始实施 就是间隔的做法 所以我们在许多的座位区 我们都有贴请勿入座这样子的一个标示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拉开那个距离 文化局表示图书馆、阅览室、美术馆、演艺厅、石雕博物馆 每天都进行的清洁消毒 请民众可以放心 不过进到这些管设 也请民众要配合戴口罩和量体温 大家一起来做好防疫工作 这里会欢迎是报道